到了这时,东南要塞的强者们再也不能隐藏自身实力了,所有的永恒英雄们身上都闪耀起了多么的光彩,明知不可敌,他们也必须要出手,否则一旦让萨米基纳的魔神柱真的落在东南要塞上,那就是生灵土炭,甚至连城墙都会被彻底的摧毁。 恶魔族虽说几乎是全军覆没,但还有着三十多万其他的魔族大军在外,失去了城墙的防护,东南要塞依旧保不住。 恰儿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出现在所有城上强者的前方,手中的死神镰刀光滑闪烁,在空中接连变化,看上去像是曼妙的舞步,净化之欲瞬间回收,令他修为提升到了极致,领域为我的力量更是全面的迸发。 第一诀,死至伤,第二诀,死至净,第三诀,死至孝,第四诀,死神闻,第五诀,死即灭,五诀同处,化作第六诀,死亡之路。 这是采尔有生以来的最强一击,净化之力,化作一道巨大的光阵,展现了萨米基纳的死灵魔神柱。 恐怖的碰撞在空中蹦发,无数怨灵的嚎叫也在空中响起。 瞬间,又被净化之力吞噬。 死灵魔神柱上的灰色,至少有一半在净化下消失,但魔神柱的本身却是硬生生地抵住了采尔的死神镰刀。 哼的一声,死神镰刀被弹得高高扬起,而萨米基纳庞大的身躯也是后退了数百米,身上的死亡气息也在大幅度下降。 不过采尔的状态却要比他凄惨得多。 连续喷出了两口尖血,整个人更是直接撞击在了东南要塞的城墙上,将城墙撞穿三十多米,这才是稳定住身体。 雨下的六名省卫,为了帮助采尔抵挡这击,身体也是全部的破碎。 此时的他看上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了,萨米基纳实在是太可怕了,准确地说是魔神主太可怕了,几乎超神器的存在。 甚至在属性被刻的情况下,依旧将死身镰刀完全压制。 不过呢,现在萨米基纳的状态也绝不好,同时施展魔神化和天魔解体大法,对他自身也是一种极度的透支。 正常情况下,他是打不过采尔的,而在这种透支下,完全被压制。 可见他现在的每一秒消耗,是有多么的恐怖。 而这一击,被采尔摻毁后,萨米基纳的身体也是剧烈地颤抖起来,眼底的红光有着溃散的趋势,但他依旧再次扬起了自己的魔神柱。 恐怖的气息再次提升到了极致,就算是死,他也要拉着东南要塞的将士们陪葬。 死灵陌神柱,后半段的死亡之力疯狂地向前延伸,就连萨米基纳自己身上的甲咒,也在这时候,竟是完全化作了死亡之力。 注到了死灵陌神柱上,他接下来的这一击,甚至要比先前更加的恐怖,因为这很可能便是他的最后一击。 天空中,残余的恶魔们,眼看着族长竟然用这种方式发起了毁灭的进攻。 他们也一个个地都陷到了癫狂状态中,疯狂驱散了心中的恐惧。 在四大恶魔王的带领下,不到一万名高级恶魔,疯狂地扑向东南要塞。 恶魔族终究是恶魔族,哪怕是被致命的陷阱所暗算。 但是,眼看着最后时刻依旧要攻破东南要塞,萨梅基纳万万没想到,原本他是想让其他魔族为自己的恶魔族做跑魂,可最后的结局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远处的魔族大军和魔神们丝毫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 魔族大军已经是疲倦欲死,而魔神们对萨梅基纳的不满,遭遇到了爆发的边缘。 眼看着恶魔族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心中只有幸灾乐祸。 而看着萨梅基纳不顾一切的攻击东南要塞,他们自然是大喜啊。 只要东南要塞被迫,他们就是最大的得益者。 至于萨梅基纳是在是火,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说不定,他们之中的很多位在排名上还能因为他的死亡而有所上升。 才而此时全身举痛,身上不停地闪烁着金色的光泽,这显然是灵魂锁链,生命共享的光芒。 如果不是生命共享的存在,恐怕他现在已经是重闯不起。 爆发中的死灵魔神竟是如此的恐怖,这是他先千万万没想到的。 同时呢,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身为一名刺客,他本不该和萨梅基纳正面的相拼。 哪怕是,他原本认为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该如此。 采而,勉强挣扎着从城墙中跃出,而此时,支援东南要塞的九位永恒英雄, 以及从刺客圣殿支援过来的三位永恒英雄和二十位战士圣殿的九节枪者们, 已经全部地投入到了战斗之中,与恶魔祖贫杀在一起。 其中,邱永浩,叶三迷,以及另外四名永恒英雄集中一起悬浮在半空之中, 各自将自身领域释放到最强,影响了从天而降的死灵魔神猪。 他们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迎上去的,萨美吉娜此时状态下的攻击,威力已经达到了九阶八级以上, 如此恐怖的力量,如果不用生命的代价,他们又怎能阻止得住呢? 叶三迷,甚至还不忘回头向采尔微微一笑,似乎在说, 孩子,后面的战斗就靠你们的了。 疯 采尔凄厉地大叫一声,死身镰刀再一次勉强地举起, 可此时的他全身疼痛欲死, 剧烈的痛苦令他根本就发挥不出先前那么强大的力量, 只能使再一次地释放出永恒之塔撞向萨米吉娜。 但是,他终究要比邱永浩,夜三米等六人慢了一步, 也就在这一时,采尔身上突然是亮起了一道银色的光芒。 感受着这银色的波动,采尔明显愣了一下, 紧接着,激动的情绪立刻平静下来, 转化为前所未有的信心。 下一刻,一道银白色的身影就从这荧光中迈了出来, 这一步便超越了前方的六个人来到了落下的死灵魔神柱面前。 一只巨大的金色树眼骤然出现在半空之中, 万千道金光泵射,化作无数光芒, 狠狠地刺激在那巨大的死灵魔神柱上。 剧烈的爆炸,与轰鸣将邱永浩, 叶三米等六人的身体先飞回来。 而高达百米的金色树眼, 却硬是凭借多目的金光泵射, 挡住了萨米基纳的孤主一致。 焚天之眼,当今之使会焚天之眼的只有两个人, 而能够以彩而为定位, 即是出现在这里的, 那就只有一个圣殿联邦主席, 光之神戏礼魔团的团长, 永恒与创造着神隐王座的拥有者, 其是圣殿辉煌, 与领袖之神隐骑士的龙浩尘。 龙浩尘让彩尔孤身一人来到这里挑战萨米基纳, 自然有着无数的后手准备,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后手, 那就是眼前这一击。 他与彩尔之间有灵魂锁链生命共享, 彩尔受伤, 他自然第一时间感觉到, 而能够瞬间出现在彩尔身边, 那是顺闪之欲的力量。 单纯的顺闪之欲, 自然不能将龙浩尘传送得如此之远, 但龙浩尘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精致力, 再加上彩尔离开时, 顺闪之欲对于他的定位, 却是能够瞬间出现, 发动这一击之力。 可以说, 这一击算是他自身的镜像, 毕竟距离太远, 他不能通过顺闪之欲, 将自己的本体真正地传送到这儿, 只能使暂时地破开空间。 轰给一声, 恐怖的力量在空中爆发, 死灵魔神柱, 竟是硬生生地被焚天之眼轰击地倒飞而起。 金色巨眼, 光芒缓缓收敛, 取而来之的是身穿永恒之铠的龙浩尘, 傲然降临。 这一瞬间, 东南要塞的气势顿时被提升到了极致, 通过魔法影像的宣传, 财儿和龙浩尘就是他们心中绝对的偶像。 两大偶像先后出现, 并且击退了死灵魔神萨比基纳, 对士气的鼓舞可想而知。 而且, 龙浩尘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左手中的金色巨剑举起, 一点紫金色光芒在剑身上蔓延, 摇摇地朝着荡起的死灵魔神柱斩去。 顿时, 一道看上去只有直径十余米的紫金色光刃, 直遍萨米基纳手中的魔神柱飞去。 而他另外一只手中的银白色永恒之剑, 则是闪耀着韭彩光芒, 朝着东南要塞城头方向一指。 天空顿时变成了一片金色, 下雨了, 金色的玉丝悄然而降, 如何地洒落在东南要塞的城头。 每一位战士, 法师被这金色甘鳞洒落在身上, 他们的身体都会出现一层淡金色的光晕。 而同样是金色玉丝落在恶魔族身上, 确实会冒起一阵阵烟雾, 令恶魔们发出凄厉的惨叫。 光细尽咒, 神圣甘鳞。 以永恒之剑充当魔法杖发出的神圣甘鳞, 未能远远地超过了当年龙浩尘越阶使用的时候, 金色的玉丝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南要塞城头。 原本已经无比危机的占据, 在龙浩尘出现后几乎是瞬间逆转。 才而此时, 已经带着他的永恒之塔来到了龙浩尘身边, 而远处的死灵魔神萨米吉纳, 似乎也从疯狂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而清醒的原因就是龙浩尘那紫金色的遗见, 紫金色光刃准确地命中在死灵魔神柱上。 先前, 哪怕是采尔施展了死神七绝, 第六绝死亡之路, 都未曾留下一丝痕迹的死灵魔神柱, 竟然被悍然展开了一道深达数米的巨大裂缝, 裂缝则是长达十几米, 恐怖的紫金色在上面迸发。 撒米吉纳感受到那恐怖的毁灭气息时, 才终于是清醒了过来。 海然之下, 将自身剩余的力量, 千里一副地灌注到魔神柱之内, 轰的一声, 巨像声中, 撒米吉纳的魔神柱被命中的那一段, 竟是被他自己引动魔神柱的力量给震碎了。 与此同时, 他猛地将死灵魔神柱向魔独打赢的方向甩出, 而他自身却直奔龙好尘和彩尔的方向张牙舞爪地扑着过来。 哪怕是对立的双方, 龙好尘也不禁暗自向撒米吉纳伸出大拇指。 他一到来, 就发现撒米吉纳的情绪不正常, 显然, 自己所安排的计划已将奏效, 彻底让撒米吉纳陷入了疯狂中, 而受到浩越血脉力量的攻击之后, 撒米吉纳在清醒过来的瞬间, 竟然就能判断出此时真正的局势, 不可谓不强大。 撒米吉纳显然发现了龙好尘并非本体, 只是一个镜像, 所以才在第一时间镇断自己的魔神柱, 壮士断完, 并且将魔神柱主体甩回了魔族大营, 就是不让龙好尘再有破坏自己魔神柱的机会。 很明显, 他的魔神柱只是断掉一截后, 是不会完全被破坏掉的。 龙好尘心中暗道一声可惜, 而彩儿身上的荧光已经重新出现, 龙好尘, 银白色的身影也随之变得虚幻起来, 此时就变成了彩儿单独面对撒米吉纳的攻击。 彩儿, 现在可是恨透了这家伙呀, 撒米吉纳明知道自己施展了天魔阶体大法后, 在眼前的状态下不会有好下场, 竟是要用自爆来保住自身的魔神柱。 死神镰刀高举过头, 彩儿的双眸瞬间变成了白色, 不止如此, 就连他的头发与唇板也都变成了与净化之力, 一模一样的白色, 嗡的一声, 死神镰刀剧烈地发出了一声嗡鸣, 紧接着, 一道巨大的白色身影就出现在了彩儿背后, 彩儿自身便消失了。 那巨大的身影握住死神镰刀, 突然是仰天向天空中看了一眼, 而就是这一眼, 天空变成了一片苍茫的白色, 而战场上所有的一切也都在瞬间凝固了。 白色的身影渐渐变成了史智, 那是一名身材高大, 相貌英俊的男子, 看上去大约有三十多岁的样子, 一头灰色长发垂下, 他的双眼也是白色的, 身上还有洁白的甲皱, 只有胸口处是一颗菱形的灰色宝石, 哪怕是远方的魔族大军, 在这一瞬间也是完全凝脂。 这已经不是围压那么简单, 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 而这股气息就连魔神们的魔神主都要为之颤抖。 巨大的身影, 收持死神镰刀, 面对凝固在半空中的萨米基纳, 发出了一声冷哼, 紧接着, 此身镰刀在空中就带起了一道白色电光, 似乎在这个空间之内, 就只有他自己才能有所动作。 而这一斩又是那么的迅迹, 仿佛天底都在这一斩之间被破开的一般。 死灵魔神萨米基纳, 从头顶到下身多了一道白色的痕迹, 开始有大量的灰色气流从其中冒出, 而萨米基纳充满不甘的眼神中, 则满是恐惧。 白衣男子将手中的死神镰刀高举, 那些灰色气流, 全部地向死神镰刀涌去, 瞬间化作一圈圈白色的光晕, 在空中凝枝。 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缓慢, 但当萨米基纳身体在空中完全崩溃, 一定死灰色魔神冠冕出现在白衣男子手中时, 静止消失了。 所有的一切就像是记忆碎片一般, 也同时在每个看到的人心中溃散。 悬浮在空中的正是彩儿, 而死灵魔神萨米基纳的实体, 就是分成了两半, 从空中坠落。 是的, 这就是彩儿在发出那一声七里大叫时, 瞬间冲破最后组案, 所领悟的死神七绝, 最后一绝, 死神。 当彩儿成为死神神剑者之后, 他就拥有了死神七绝的能力, 但是, 哪怕是那个时候, 他施展死神七绝也要付出恐怖的代价, 真正能够使用的, 也只有前六绝, 与第七绝之间, 始终有着一层隔膜, 这层隔膜, 是因为他自身修为的不够, 也正是因为他领悟的不足, 而此时此刻, 他终于是完成了。 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在一来可思, 收彩儿为徒后, 真正对彩儿的最大帮助, 不是提升了他的修为, 而是帮他将死神镰刀上面所附带的一切负面影响和反噬, 全部的消除, 那是, 以来可思凭借自身半神之力才做到的。 死神第七节, 死神, 这已经不是借用死神的力量, 而是让死神的本体, 真正的降临在世间所发动的一击, 而如果在亦来可思帮彩儿驱逐反噬之前, 彩儿想要施展这一击的代价, 那就是生命啊, 这就是神卷者的恐怖力量, 如果龙好臣一直都是光明女神的神卷者, 那么当他的修为达到一定程度后, 也同样可以引动光明女神的本体凝聚, 降临人间。 彩儿引来的死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形体, 而是瞬间将死神的气息从整个卫面召集过来, 凝聚成形, 发动了灰天灭地的一击。 不过呢, 现在的龙好臣已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 因为他自身的体质已经是神的体质了, 光明女神已经不足以成为他的信仰, 自然也就无法照来他的降临。 但无疑, 龙好臣自身的潜力更加恐怖, 无论是永恒之铠的力量, 还是他自己燃烧的力量, 都可以达到这个量级。 魔族七十二种魔神中, 排名第四的死灵魔神萨米吉纳, 云。 当萨米吉纳的尸体, 从天而降降落于尘埃中时, 敌我双方不仅是全都陷入了呆滞之中。 强大如此灵魔神, 竟然在这场战争中被杀死了, 而且还是在施展了魔神化和天魔解体大法之后被杀死的。 这对于魔族的所有魔神们来说, 实在是太过的震撼了。 原本还疯狂进攻的恶魔族就像是吃了某些增强能力的药一般, 药效瞬间结束。 四大恶魔王在第一时间停止攻击, 甩先毁飞, 目标直扑, 死灵魔神住。 死灵魔神萨米吉纳死了, 而新的魔神必然是要在他们四个人诞生, 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生都只有一次, 谁还顾得上去对付人类呢? 他们一退, 剩余的恶魔族沐浴在神圣甘霖之下, 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呢? 攻势瞬间崩溃, 残存不到五千的恶魔族强者迅速地退去, 拍打着翅膀朝着魔族大军的方向而去。 东南要塞的强者们一直追出树里, 又干掉了近一千的恶魔, 这才是返回东南要塞中。 采尔没有回到东南要塞, 用出此身弃绝最后一事后直接从天而降, 落到永恒之塔中消失不见。 而永恒之塔就那么凭空降落在东南要塞的前方, 百米高的巨塔闪烁着淡淡的净化之光, 净化着战场上死去的灵魂, 同时也将这些净化之力传入塔内, 攻彩而疗伤和恢复。 手兵炸营。 远处魔族下达了大军撤退的命令, 后退二十里扎下营战。 在震撼之余, 他们心中啊, 也都各自有着算盘。 这一战算是失败了, 而且是大败, 恶魔族损失竟是最大的, 近乎是全军覆灭, 就连他们这一支大军的统帅, 死灵魔神萨米基纳都战死了, 而这战败的责任, 自然也是属于这位死灵魔神了。 很明显啊, 东南要塞是一块超级难啃的骨头, 那恐怖的魔法阵, 他们是全部都看在眼中, 谁还敢再率大军, 继续冲上去啊? 更何况, 魔族大军现在已经疲倦欲死, 时期更是降到了最低的程度, 十几位魔神只能收拢军队, 修正之后再做打算。 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第一时间, 将这边的战宝送到魔神皇的面前, 请魔神皇定夺。 同时, 他们也很清楚, 这东南要塞恐怕是打不下来了, 与魔族正相反的是, 此时的东南要塞已经是一片欢乐, 几乎所有职业的人类都在呼喊着 龙浩尘和彩儿的名字, 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拯救了东南要塞, 斩杀了死灵魔神。 一时间, 这两位正副主席在东南要塞将士们心中, 已经拔告到了近乎图腾的存在。 东南要塞这一战, 损失虽然不小, 但最强的力量都没有过多的损失, 而魔族士气已泄, 再想重复今天的战况更是不容易。 邱永浩激动得面颊通红, 虎目喊泪, 这场大战真正让他们看到了人类冲破黑暗的希望。 永恒英雄们也是一个个目放奇光啊, 一场大声也让他们同样看到了黎明来临的曙光。 与龙观, 闷横一生, 龙好臣从冥想中清醒过来, 身上的永恒之楷化作十三道六光, 融入体内, 金光一闪, 龙雅亭也从王者之剑转化为人。 之前龙好臣正是凭借着永恒之剑, 与龙雅亭所画的王者之剑, 这两柄接近超神器的神剑施展的焚天之眼。 再加上永恒之欲与光神之欲的融合, 这才挡住了萨米基纳的最后反噬。 龙好臣的脸色有些苍白, 重新闭合双目, 立刻进入了冥想状态之中。 雅亭来到他的背后坐下, 双手按在他的背心处, 将自己精纯的光元素灌注到龙好臣体内, 辅助他恢复。 穿越空间, 连续施展焚天之眼, 和神圣甘霖, 对于龙好臣的复合也是相当巨大的。 虽说他没想到, 萨米基纳如此难对付, 但总算凭借着自己的后手,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击杀了死灵魔神。 唯一可惜的就是, 没有同时摧毁他的魔神柱。 不过, 萨米基纳一死魔神柱, 也受到了重创。 那新一代的死灵魔神, 想要拥有他原本的力量, 每个百年时间, 是不可能做到的。 才而为什么, 能够出现的距离玉龙关遥远的东南要塞, 这就要说啊, 圣殿联邦数千年来的积累了。 而在这份积蓄之中, 有一个空间宝物, 名叫定位传送卷轴, 彼此只能传送一个人到固定的地点。 这种空间传送卷轴, 一共只有三张, 才而正是凭借着卷轴抵达的东南要塞, 这才是顶住了最强大的死灵魔神。 他本来啊, 是能够以永恒之塔带走更多的人, 但龙河尘考虑到, 东南要塞的部署, 再加上玉龙关这边承受着 魔神皇所带来的几大压力, 最终呢, 还是决定让彩儿单独前往。 等彩儿修为恢复之后, 他还要用第二张空间传送卷, 才能回归, 而且他身上肩负的任务, 远远地布置这些。 而在这场战争中, 起到决定性作用, 力万狂澜, 灭杀了恶魔族主力的那些光系魔法阵, 就是永恒英雄们的功劳了。 永恒英雄沉睡数千年之久, 他们也并非无时无刻都在沉睡, 毕竟他们本身也都有着千年的亡灵寿命, 其中啊, 一部分魔法师就用漫长的时间, 研究起了上古精灵族所留下的一些精灵魔法, 别说, 还真就被他们摸出一些门道, 其中最大的收获, 就是一种名为魔法陷阱的存在。 魔法陷阱的原理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将一个魔法固化在某一个位置, 同时装有引导装置, 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罚, 可以使敌人踏入陷阱范围立刻处罚, 也可以使远距离的控制处罚, 相对来说啊, 只要有充足的材料, 制作魔法陷阱, 要比制作魔法卷轴还要方便一些, 但其中涉及到许多的上古精灵族的魔法奥秘, 在现代早已失传, 永恒英雄将这门魔法绝学带回人间, 同时也在战场上给用了出来, 不过, 会布置魔法陷阱的魔法师只有三位, 在权衡之后, 龙好琛才决定让他们全部的将陷阱布置在东南要塞这边, 尽管已经六大职业相互调配, 但是每一座要塞的最高端实力, 还是原属于这个要塞圣殿的, 战神圣殿和灵魂圣殿在战场上的能力相比, 就要差得多了, 再加上, 此灵魔神萨米基那手下的恶魔祖过于强大, 与其分散三位魔法师布置陷阱的能力, 倒不如将他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给死灵魔神一个惊喜, 也从而彻底的奠定了东南要塞的战局, 虽然期间有了一些波折, 但最终龙好塞的作战目的还是达到了, 在越野那边的准确情报保障下, 硬是给了魔祖前所未有的重创, 也算是彻底的瓦解了魔祖大军的锐气, 他们再想要攻破东南要塞, 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在龙好塞对抗魔祖的整个计划之中, 东南要塞一战是重中之重, 只有这一战获胜才能奠定接下来一切战略的基础, 如果不是担心, 魔神皇随时有可能发动, 他甚至想自己亲自前往东南要塞, 夜幕降临, 东南要塞城头, 却依旧是灯火通明, 强烈的喜庆, 甚至令东南要塞内释放着烟火, 在邱永浩的命令下, 将士们甚至在城头都支起了大锅, 煮着香喷喷的肉块, 守城的将士们除了不许喝酒之外, 肉是管够的, 饭也是管饱的, 是啊, 经历了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圣, 又怎能不靠上三军呢? 而魔族那边就要凄惨多了, 长距离的温习, 连续一天一夜的大战, 唯一可以算是生理军的恶魔族, 也近乎全军覆没, 四大恶魔王直到现在, 还在为了死灵魔神主而拼斗, 剩下的三十万大军, 数量虽然不少, 但已经是匹配到极点, 更加重要的是, 为了全宿赶路, 再加上萨米基纳, 有绝对信心能在短时间内攻入东南要塞, 所以呢, 大军携带的补给相当有限, 眼看着已经进入了长期战斗的节奏, 十几位魔神商量后啊, 不得不将有限的军粮谨慎分配, 再派人迅速上报魔神皇, 同时呢, 也派人返回中央行省, 调集物资, 而这个过程啊, 起码也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他们携带的军粮, 最多只能够十天的, 还要省吃渐用, 因此, 哪怕是魔族大军疲倦欲死, 完成扎营之后, 每一名魔族, 也只是吃了相当于人类一碗粥, 加上一个馒头的食物, 也说是肉了, 连点肉汤都没有, 刚刚经历了这样一场大战, 士气本就低落到极点, 饭还吃不饱, 大军各族的愤慨可想而知, 不过呢, 华鞭终究不会出现, 毕竟, 在这里有着十多位魔神镇压, 再加上, 魔族大军实在是太疲惫了, 所以呢, 在之前那连半饱都没有的饭后, 绝大多数魔族立刻昏睡在营帐之中, 甚至, 有一部分魔族连营帐都没有, 直接在荒野中到头就睡, 幸好, 这里是东南要塞, 不是御东关, 否则呀, 光是天气, 恐怕都能让魔族大军迅速建员, 魔神皇的战略, 其实十分的正确有效, 以最强的精锐力量集中在御东关, 但数量却少, 凭借着全体八戒以上的实力, 环境对他们来说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龙好尘固然将魔神皇, 原魔神, 星魔神, 这些魔族最强者吸引在这边, 但同样的, 魔神皇也相信自己, 一样把人类的九阶强者, 普遍地吸引在御东关, 他不急于发起进攻, 其中一个目的, 也就是要给龙好尘, 调集人类九阶强者的时间, 魔神皇绝对有这个自信, 而失去了足够多的强者, 至少也没有支援的情况下, 东南要塞和万寿关, 有如何抵挡他两支大军的攻击呢? 甚至可以说, 萨米基纳也没有犯错, 他虽然自私, 但从整体的战术来看, 这要一举攻注东南要塞, 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无论是魔神皇, 还是死灵魔神, 他们最大的错误啊, 就是完全按照人类原本的力量, 在进行估算, 却忽略了人类的真正地运, 更是不清楚永恒英雄的出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不能算是什么错, 毕竟啊, 这种情况谁能预知啊, 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完全改变了战局, 让魔族绝对的优势, 渐渐地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东南要塞, 人类欢庆, 魔族大军, 消沉休整, 这本应该是一个对双方来说, 都算是相当平静的夜晚, 但是, 不平静的一幕, 却是悄然出现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东南要塞前方的那座高塔, 已经消失, 对于这一点, 魔族虽然发现了, 但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财儿疗伤完毕, 也肯定会到东南要塞修整, 夜色弥漫, 不知道是否因为杀戮太深, 今晚的星月之光, 十分暗淡, 阴云渐至, 雨丝飘落, 竟是下起了小雨, 不过, 魔族的身体, 抗性一向很强, 哪怕是下雨了, 那些睡在外面的魔族, 也没有行转的意思, 他们实在太疲倦了, 就算是那十几位坐镇的魔神, 也都纷纷休息, 地上大战刚刚结束, 虽然他们也十分郁闷, 但也没有想过东南要塞会有什么动作, 夜越来越深, 雨也是越下越大, 一名睡在较为低洼地带的狼魔, 被蔓延到自己鼻子处的雨水, 呛醒了, 他爬起了身子, 高壮的狼魔睡一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天空, 心中暗骂, 连老天都在作对, 大晚上的下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